大家好 一周前我的豆角因为被鼻涕虫祸害不清 被迫从地里把它们移栽到花盆里 现在我们来看看它们生长的情况 这一盆是受栽最重的那盆 当时的叶子完全成了网状 修剪了一大部分 但没法全部剪下来 因为剪完了就没有光合作用了 现在已经有新的豆角生长出来 再来看看这一盆 有好几个豆角长出来了 而且还有新的叶子和花芽冒出来 这一盆也是 接了好几个豆角也恢复了生机 移栽抢进了五盆豆角都很不错 当时没有放弃它们是完全正确的 记得当时看到虫害那么严重 我都没有信心它们能否还能存活 这一几盆受虫害对收成肯定有影响 但是它们还是尽力回报我对它们的照顾 这盆没有豆角 但有新的花芽在生长 接触豆角是迟早的事情 来看看 有两盆一直在花盆里生长的豆角 长得非常好 花多接着豆角也不断 有两盆一直在花芽冒出来 豆角在花盆里是完全可以正常生长的 准备明年扩大种植 其实花盆里种蔬菜不但是方位很灵活 对防止病虫害也有帮助 今天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订阅点击小铃铛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